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销售在这前世 我不晓得 但我相信 销售对死血和用 都存在 小说叫《世神》 这个作者在路空了呢 我老板觉得 这个小说直接影响了他的健康 找到路空了 杀了他 别辜负我们的信任 这执法鬼 到底是什么人啊 反正不是凡人 这小说是你写的 那你就能改变那个世界 使法上人要你死 你就没有出力 使法上人要你死 你就没有出力 使法鬼 什么 我是来杀你的 他老人家可是天神一般的人 一切凡人将要是神 杨幂他有非常刚强的一名 外演的这个图灵其实更加的强势 他好像以前没演过这种气质的女性 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反派 从而被他父母抛弃的 世界观的构建可以说是他老板给他的 你姓吗 我老板姓就行了 挺酷的 看起来就很坏 打戏也很多 我把所有动作都在棚里面已经都训练过了 比如说一个侧踢 或者从后面上到他肩膀上这些东西 之前很久没有这么强度的训练过了 肌肉已经僵硬到那种程度 腿都跟灌了天一样 因为女性一动手 这个人的气质和人物性格它会表达出来 而且他这次打得非常凶 然后被打得也非常惨 管我很多随对手踢打 然后撞到墙上的那种竹竹 都是他自己的 那一撞给我撞傻了 我感觉我没有拍过这种 这么狠的一个飞出去的一个竹竹 百分之百的投入 然后爆发出全人的力量 然后去尝试去完成每一个动作 我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幸亏是自己做了 确实是挺不一样的 挺好的 帮你比较好 接上 图灵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角色 抽烟 打架 打男主 但是我并不是一个坏女孩 什么玩意儿 我觉得我演的是谁好像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人干嘛了 丢了孩子的一父亲 一条人命换你女儿 非常真实的一个条件 拍刺杀的时候 恰恰是我本人的疲惫感 和那种封城感 跟角色契合的时候 说好的 一命换一命 不能烦我 他在现场很少的吃饭 也不怎么睡觉 他始终是保持一个困痒痒的状态 喝口水吧 喝口水 因为他扮演的是一个精神状态 已经在一个极限状态下 他就是把自己真的置于那个情景里 我自己独特地打开方式 闻系类是类心 打系类类体 这玩意儿 一二三速 分刀进枪的打 拳拳到肉 一二三 我打着了 对不起 没人没人 对不起我打着了 都是还是在安全措施之内的 也可以承受 开那条的时候特别寸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椅子砸下去之后 那个位置角度偏了一点 他肯定非常疼 这辣了 这种 全部 然后晕了半天气 然后回了 咱们咱咱咱咱咱咱咱 咱咱咱咱咱 咱咱咱咱 也很疼 也很疼 就找那个真实的感受就好 眼睛中学脸都已经憋红那种 切肉上来那种 是最好的 这是一个大感觉 那一个同学 二 三 三 这次课堂了吧 要走 有这样一个东西放在这 我觉得作为演员 我很欣慰 是完全没长好 幸亏你们那么坚定的让我来演 在谷塞内都没事 在刺杀小说家我演空文和陆空文 一个小说家和一个帅气的少年 一二三 一二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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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紫贤你能不能来训练 他说好 他就练了 早上6点我起了 刚刚练到晚6点 从身体素质到维斯跑酷 宝贝亚到了 打的动作 跳翻 基本该练的都练了 看状态不错 真的紧了 点都紧了 紫贤在拍摄的过程中 公司真的吃了非常多的苦 你这个人间大炮 我现在想起来都恶心了 还要换个大炮 就那感觉其实就是晕船了 那稍微体验有点滴 那高速带身太强了 就没气儿感 你端也拿了一个晕船样 说你把这吃了 你今天就晕了 停 他说小宝队长 然后还有爬山 又要游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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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抬腿都困了 好 倒点水 脚够崴了还要跑房间 一二三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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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要瘸你吗 没有 其实感觉不出你瘸 但我感觉你很疼 你的表情是看着很疼 很开血了什么事都没有 二三 开始 好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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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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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测的完成度也非常非常高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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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希望他这种表演可以打动更多的观众 让观众看到一个新的一个中途间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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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少数是你闲 那你就能改变那个事情 我想起 杨森这些死血和人 都出于假的 吃饭鬼 我是杀你的 竟敢施神 竟敢施神 让他们死了